见到谈主席的第一眼就觉得他是一位和蔼的长辈 温和有礼 如雅和善 独自来到雅加达 白手起家 50年的时间里 产业遍布地产 酒店 旅行 证券 黄金首饰制造等 特别是在近两年投资开发的印尼中国城 将成为雅加达的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今天对话东盟将邀请到印尼广照总会总主席 以及supply group集团主席谭博叶先生 请他来谈一谈印尼广照总会的发展 以及他的企业布局 今天其实是和谭先生的第二次见面了 上一次是在场面我觉得非常隆重的 第五届世界江门青年大会上 能和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个世界江门青年大会吗 这一次世界青年大会 能够成功地召开 首先是要感谢 江门市人民政府的大力的支持 还有我们全世界各地的 三十多个国家参与的年轻人 还有包括我们在印尼广照总会 有三十个分会的 其中的二十八个分会 都来参与来参加 所以这个会议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 没有想到 我们有这么多的年轻人的参与 差不多有应该是占80%都是年轻的 尤其是我们这一次举办的 从开始凑备到大会的成功的举办 都是由他们年轻的 去打到凑备清新的策划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 通过这一次交流沟通 我相信对以后江门 尤其是江门的年轻的企业家的 发展 还有我们的记忆 让他们以后能够更进一步地 在经络上 在这个友谊上 在发扬中华文化 一定是起做很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这一次是咱们的 印尼广照总会来承办的这个 那您作为印尼广照总会的总统主席 您能够和我们介绍一下 印尼广照总会吗 一百多年前 我们有一个广照会馆 已经有了 不过它的面积不大 是有全印尼各省的广照会馆 组织起来 有七八十八千都是从事木匠 工匠 工匠是做工的 都是我们广古人 也就是广照人 有的他们来这边 从事这个木匠 赚的钱就去到乡下 到最后 他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 就没有人去料理他 没有人去处理他 身后事 所以我们就 广府人 我们就是广照人 就不得不就团聚间 做一个组织 组织那里做什么呢 就是做这个 益商 把它去料理他们的身后事 他们从大陆出来 我们在这里收留他们 然后再安排他们去做 做什么呢 还是木匠 他们有的成家利益 圣阿里尼尼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要受到驾驭 我们就做一个学校 所以我们广照人的特点 就是一定有学校 有益商 有益商 这个两个一定有的 因为我们是招满招寿 这些穷古的子弟 在这边读书 有的免费 所以我们董事记 这些都是贴钱的 这个学校跟益商 还有一个是我差不多了 这是一个庙 一定有一个庙 庙是那里是庆身寄托 在那边要求平安 他们有时候集中的地方 我们在哪里集中 我们在庙场集中 就是广乎人集中的地方 就是在这一带 广照在中国历史上 就是对广东人的统称 文献记载 印尼广东人的祖先 南来印尼 最初始于晚唐 19世纪前后 中国移民海外人数 日益增加 华侨组织也以各种地缘 族缘 语缘或宗教的形式 开始发展起来 而印尼各地的广照会馆 正是于1880年前后 开始纷纷成立 距今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1998年 印尼的华族社团 重新开始活跃起来 散落在印尼各省府的 广照会馆联系 逐渐加强 最终在2002年达成一致 成立印尼广照总会 2011年 谭博业成为 印尼广照总会的 第二任总主席 与此同时 谭博业也担任了 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 总主席 印尼华裔总会 名誉主席 印尼雅加达 纯明中小学 董事会主席等社会职务 从开始九个参加 组织 然后来慢慢慢慢发展 后来当我做主席的时候 已经是三十个分飞了 现在 所以可以说是我们 印尼的这个法师里面 是一个 几座庆宗的这个一个社团 就像您刚才说 很多时候还在贴钱 去做教育 帮顾一些穷苦人 那您在公益这个方面 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今天有成功的 今天 我就是有四个 在我这个生命 我现在是七十五岁 在七十五岁的整身过程中 我就是孝顺 很孝敬我的父母 我虽然没有做到最好 不过 我觉得我也做到了 还有我中意我的家庭 最主要我的家庭 我的孩子 他能够对我有一个肯定 第三个就是我中意我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我的事业 还是可以说是完成功 最后我赚了这个钱呢 我中意试费 我中意试费 中意这个公益事业 因为我这个 做这个公益是一个回归 我在印尼赚钱 我还是回归这个印尼 我的主机给我住过 我也有一点小小的回归 我在我的乡下 我在幸会 我看很多小孩子 好的学校 没有好的学校 所以我政府出了一块地 就让我去见 很有限 他们以我的名字明明 这个真的我感到很有限 这个 我很感谢我们的那个 幸会的这个 山林村 是我的村那边 是我爸爸出生的地方 我是第二代 我最近在那边 差不多两百万的名币左右 开一个三层楼的游儿园 给他们的家庭 给他们家庭在那边 读书 就受到教育 在印尼出生 从二十多岁开始就在印尼白手起家 自己做生意 五十天的时间里 产业遍及电讯 房地产 股票证券 银行 高科技 食品工业 金钻业 酒店餐饮等各行业 带动印尼就业近五千人 谭博业回忆自己的一生 庆幸能有今天 不仅因为自己碰到了好的机遇 更源于他对家庭 事业和印尼社会赤城中心 谈起自己的产业 谭博业对他的未来信心满满 这份自信不仅源于 他从商五十年的经验积累 和商业的前瞻性 更来源于他做生意的原则 安分守己 讲信用 这也是为什么 在印尼金融危机时 很多企业特别是银行家纷纷破产 而谭博业的银行业 不仅丝毫未受影响 反而在金融危机中 茁壮成长越做越大 您刚才第三点说到了 您忠于您的事业 那能挑一两个 就是您比较中意的 比较重视的这个行业 来介绍一下 就是您怎么去从事的 这一行业吗 当初遇到了哪些困难 最初又是怎样 踏入的这个行业 我从上差不多五十年 五十年 从二十三四四岁开始 到现在什么事都经历过 很多波子我都经历过 不过每次有什么困难 我会很尽心尽力的 跑到姐姐 所以能够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那就是因为我从来不低头了 我没有想困难踢头 没有想困难踢头 我的事业 我全部我都喜欢 全部都是我有幸放在哪边 每一个事业我都有幸 包括银行 可以说银行是最 最难的银行 不是容易 不过我可以做 碰到几次的金融危机 冲到的是从银行开始 没什么 因为银行 它的这个银行的业主 它是不是真正的 是为了银行 它都是为了私人的利益 它银行当招牌 所以就拿银行的钱 拿做私人生意 所以说 违反了这个银行的条例 而我是我的银行 是安分之急去走 我的银行就是珍贵的银行 就是用专业的 管理化 我只有监督 我不管 所以这个赚我能够成功 我相信什么哪一次金融危机没有碰到的 没有影响到的 都是安分收集的 本分分去做的商人 金融危机以后我就都更大 因为信用 一切都是信用 诚信 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听说您对中国城China Town 也是有一些业务上的网络的时候 对我刚好98年风暴以后 这个唐人材免目全退 不是给他抢的 就是给他打烂 没有一个店很像样 刚好有一块地皮 那个时候我就找这个中国大陆的朋友 给我介绍有没有人能够做一个中国式的设计的建筑物 通过这个朋友介绍找到了一个孙德广东孙德的一个国家级设计师 国家这个两棍号 我就把他请过来 陪我司机 因为一提到每一个地方 可能其中每个地区的标志性的一个地方就是China Town China Town 对那您对这个China Town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望和打算 以及规划呢 到目前为止我想是我英尼是唯一的 林南建筑 因为这是一个标志的地方 因为因为英尼我讲的是英尼是多远种族 因为我们法族是属于英尼的一眼 我们也是给英尼政府出一份利 为什么呢 因为英尼的经济的发展 离不开这个林油业 每个国家都离不开林油业 因为林油业太厉害了 它一直它会从林油它会发展到水大的 因为林油业来 他们一定要在消费 消费在哪里消费 消费英尼特产 英尼特产要有工厂 工厂要人工 一直转转转 他们到酒楼车贩 酒楼车贩那个东西 都是要工厂出产的 都是用很多的聚业去费 所以这个这个里游业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中国城以后就是变成 英尼都西里多的 城市里游的一个项目 里游经典 我希望是这样 因为它的建筑很特别 我讲的 英尼唯一的建筑 与众不同的 这个就是 就是我对这个中国城的这个 里温的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对谭博叶来说 在印尼华人街原址上建立起来的 具有中国岭南设计特色的中国城 不仅是印尼雅加达一座地标性的建筑 更凝聚了自己对印尼国家和祖籍国的深切眷恋之情 这座中国城不仅可以为印尼旅游经济带来巨大的拉动力量 也成为衔接印尼和中国的纽带之一 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来印尼投资 也希望自己可以为印中两国不断发展贡献力量 那您现在对印尼这样整个的一个经济发展的状况 您是怎么看的 我可以讲 印尼是充满希望的国家 怎么说 最有希望的国家 因为印尼是发展中的国家 我在印尼长大 我可以看得出来 你可以从零可以做到有 我想在印尼的机会就多 他的人口也是很多 差不多已经接近两千 两亿五千万 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因为这个是一个可以讲是这个 很大的消费市场 消费市场 还有他的地也是很大 土地肥沃 旅游经典也是非常多 你哪里都有很多旅游经典 还没发现出来 这个是机会 你要想 你要相信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在这里 你在电视上看到的 你在报纸上看到的 你不要退 你不要怕 因为我可以做 伪计就是伤计 那您有没有给中国 来印尼投资的企业家们一些建议呢 就是我建议他们放心的 大胆的 来印尼基 不要一碰壁就 倒退胖股 不要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到了要退休的年龄 这个机会也交给下一代的 交给我们的这个五业的 尤其是五亿的这个我们的广东的这个家商的家门的这个亲戚朋友过来 放心的这个大胆的这边做 很有前途的 那您刚才说 您是要到快退休的年纪了 但是 但是我们看您好像还是一直在忙碌着 而且涉及的面也非常的广 那您对您今后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愿望 真的这个是我讲的就是欺负男下现在 我就是欺负男下 因为我一方面我要照顾我的生意 不方便我要照顾我的这个法事 虽然我的心还是放不下 不过还是我要交给接班的 不然的话 不撑前他们下一代 哪怕那个广照中秀广照中会就没有前途了 不过我相信 看了这一次私信大会以后 我知道我们这个广照会馆 还有广照总会 还有希望接班人的问题 应该不成问题 我们也希望广照总会能够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 我更希望是大陆的 通过这个私信大会来英尼 投资新业双赢 双赢 因为英尼西亚外国投资 西亚外国投资 还有大陆的也是西亚外国投资 没有忘记祖籍国中国 在担任英尼广东社团联合会总主席 英尼广照总会主席等 英尼华裔团体职务的同时 积极投身于 印尼社会公益事业 在提到未来时 谭博言希望能将更多的精力 奉献给祖国印尼和祖籍国中国 并不忘培养在社团的 尖班人以便于来服务社会 好了 今天的对话多蒙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